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一集想和大家分享鞋子開箱 超興奮的!最近我收到很多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球鞋 然後我自己也入手了一些非常經典款的鞋子 所以今天剛剛好鞋子全部都到了 我就一次過開箱給大家看 好!首先第一雙球鞋就是 登登!就是這個ASYS和JJJiao 我不懂怎麼讀 但他們出了第一次的合作 之前呢這個JJJiao就有個New Balance 其實他們有做過collapse了 然後那個鞋子也是炒到非常高的價錢 然後我沒有入手買 因為第一也買不到 第二就是非常貴 我記得好像我上網看一些 reseller 的 website 都有到差不多八九千 所以盒子是有一點好像舊舊的感覺 可是裡面就非常的驚微動人 我沒有人家只開箱了 但是這就是我試試去開箱了 啊!超美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設計 然後它很ASYS啦 這個款其實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設計 就是這邊有一個JJJ Дав的logo 然後這邊就是ASYS的logo 不知道你们看不到它出来的 yeah so 现在我就试穿给大家看 我穿的是什么词吗 UK6 因为这个是一个男生的鞋 所以它是没有出给女生的 所以它最小号就是 UK6 yeah so 我就不理了 大一号也没有关系 给我们看一下 看到吗 很好搭的颜色 然后其实它是有 这一双是白黑色 它还有另外一双是白白 就是有点silver 它的tone这边总不是silver的 so yeah so happy about these shoes 我们现在开箱第二双 就是白黄 New Balance OK 这是它一个非常经典的款 就是very very classic 我觉得是每个女生都会喜欢的一个款 而且加上它的颜色是 非常好大的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们最新的 XC72 你看下来是new color的 然后它的底部 是有种那种rub的感觉 所以走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舒服 我觉得New Balance这些大致上都是很舒服的 我自己已经有超过三四双了 然后这一款我是没有 然后这一款我知道是很多女生 都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是比较slim的 它不是那种daddy shoe的感觉 就是穿了脚很大 有些女生不喜欢 so yeah Pardon my speaker 因为我的耳朵现在在不懂 为什么在做那种testing speaker的东西 所以就是有那种 登登登登的声音 然后这一双鞋是女款的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球鞋的话 就可以去New Balance买 因为它什么size都有 比如说那个rubber是非常贴地的 它就是不会那种滑的感觉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这种 很好搭的可以每天穿的球鞋 这是我第三双收到的球鞋 然后也是一个我非常觉得值得收藏的一双鞋 虽然它不是我可能 It's not my everyday shoe but I feel this is such a collectable 它是Adidas Hot Wheels 还有找到现在资讯给大家 Shawn Wooderspoon Hot Wheels Super Turf Adidas Original Collaboration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 outdoorish的一双鞋 给你们看一下盒子是长这样 非常可爱 如果那个盒子设计到非常美 不是通常我会收买那个盒子的 非常赞地方but 这是我洁癖 给开箱 OK 没有关系 鞋子要出来了 我直接直接开给你们看 是不是超级美的 怎么办 I can't help myself but screaming It's so pretty 所以这样转 然后它的底部也是很多这样子的纹路 走起来一定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我喜欢它这样子很colorful的感觉 就是其实你穿不讲最好搭 可是你穿什么颜色都可以达到 就是你穿紫色也好 红色也好 蓝色也好 青色也好都可以搭 因为这双鞋什么颜色都有 非常美 它可能它的cutting是有一点大的 我穿到有一点松啊 我觉得穿买袜子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不喜欢把我的鞋子的shoe lace很紧 也可以是一个tips吧 它就穿起来舒服一点 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鞋子里面的细节了 就是它超级可爱的 我喜欢它的shoe lace 不是很typical的shoe lace 它就是有一点那种Hotwells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然后它这个sleeve 它其实是一个zip来的 是可以zip的 然后再开回去 然后它开的时候其实里面是有字的 然后它是写 It is not the same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 它们的logo在戒指的 这边的底部 很有小心思 然后后面也是 非常可爱的元素 100分 没有无可挑剔我觉得 好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入手买了 两双爱马仕鞋 然后 我现在先开箱第一双 这双其实我已经穿了两次了 然后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人告诉我这个tips 然后害我把这双鞋子 弄到有一点damage 我这双是在 我去Dubai的时候买的 然后它是很classic的一个brown color的鞋 它是有点小高跟啦 就是长这样 很舒服 很好走的一双鞋 我没有买它的拖鞋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太girly了 然后 如果是girly的话 我prefer买这种小高跟鞋啦 然后你看到有一个problem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底部是made of leather 然后它是不可以进水 不可以在下雨天穿 然后最近可以要用每天下雨 你看这双鞋 它有这样子的骨子 然后我有问一些洗鞋的人 他就讲这个可能是油也可能是水 然后要送去爱马仕的就是Europe那边来做处理 然后我的另外一边更严重 所以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有这双鞋千万 最近都不要穿 或者是放一双spare的鞋在车 如果有下雨就不能穿这双鞋 这双鞋的价位是在三千多 你可以上爱马仕的网站买 或者你也可以去他们的实体店买 of course去实体店买有实体店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collect你的database 因为大家都知道买爱马仕的包或者是别的东西都要配货 所以你如果是在实体店买的话 你可以存很多chase history 然后你就可以买你想要的东西 进入我这次开箱的第五双鞋子 也是我根本就还没有开箱 也是我喜欢很久很久 然后终于有我的size了 我就去爱马仕的店就买下了 然后现在一起分享给大家看 这双鞋呢 I don't think it's for everybody but I really really like it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那种中性的打扮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双鞋 非常好的 还可以冲 其实他们都会把鞋子装在这个袋袋里面 我非常喜欢这个袋 我觉得非常有quality ok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买了这个sandle yeah 然后又是我喜欢的黑白色 因为看到有多人穿的那种 这里也是黑色的 可是我觉得白色很可爱啦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sticker这样子的东西啦 所以你可以有一点空间去调整你要的 宽颈颈度 如果你的脚身是非常比较宽的话 我觉得比较适合穿这双鞋 因为它其实是比较blog 比较一个男性的一双鞋 然后我是买true to size的 然后我有听那边的销售员工说 就是你其实可以是买大一号的 因为它是slipper嘛 你就可以买松一点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每次买鞋都是买true to size true的球鞋以外 我不建议买大一号 因为我会穿袜子 这双鞋也可以买大一号 因为你很多人是搭配袜子来一起穿的 所以那天我在店买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try with the socks的 如果你们穿短裤或者穿短裙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搭是非常休闲的啦 然后那种有很常运动的人 match with these sandals I think it's also quite stylish 今天有大家看一下 我在淘宝上订个万生节派对造型 其实我是早在10月头前就开始下单了 因为我很怕货不会到马来西亚吧 anyway 它还是有在万生节派对前的一个礼拜就到了 所以我非常兴奋地想要大家一起开箱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有猜到我这半个了 超可爱的这个 你看它的细节质感做到也不错 我一直都很想办这个小精灵的造型 本来去年也是选这个的 可是我去那种costume shop try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翅膀不是很美 然后今年我就提早在淘宝上面造了这个小翅膀 超可爱的 ok 穿了翅膀还有 它有就这家店它有卖一套的 所以我是买这个一set的 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怎么带啊 这个耳朵怎么带啊 这个耳朵 然后我应该要去淘宝教学那边 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带 肯定我是带错了啦 ok有一点像 然后其实我是搭 就是一个 这个耳朵 我应该要穿这个 然后给大家看看 可能我应该要 ok我穿一下 等我 试穿好了 你的小精灵上线 好啦 这个衣服其实 买的size也很多 也不会太短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后面很可爱 非常非常满意 这个赤房 然后穿起来也是很舒服啦 这边不会很像卡住很痛 这样子 yeah so 这个是我的first slope 这边开箱 第二个 就其实我有买两套 因为我有两个万圣节派对 so 这个是比较 可爱的啦 其实我不懂大家对 万圣节 party造型的定义 是要恐怖的 还是要 很像比较 sexy 可爱的还是搞笑的 我是属于比较 比较 小性感一点的啦 然后拍照也没有这样 scary的 but 我的第二个look 就是 比较 酷一点 然后可能会比较scary的啦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 想要扮 呃 巫婆 就我没有扮过wish 这个造型 其实我是还有一件 衣服 它是没有到 欸 应该是在这边 帽子到了 就等这个衣服 其实巫婆这个蛮好办的 就是 你有一个 买一个黑色的这样子的帽 哇 这个 i love it 就是 我觉得 万圣节 造型 tips 就是 一定要有 刀具 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头发 是 摆的我也买的 所以跟万圣节没有关系 我的衣服 就在哪里 就是 巫婆造型 其实只要有黑色的裙子就可以 就是我想要 走 比较 小心感的感觉 so 我就上楼买了一个 but anyway 它就是一个很像 可以直接这样子穿给你们看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 tube的感觉 然后再穿一个非常短的裙子 我真的非常 我给我穿给你们看啦 好了 我的第二个look 是 witch 它是有附这个手套的 非常喜欢 然后也非常实用 因为 其实我去年是有买一个黑色王的手套 它是包住我这个指甲的 所以我是不可以按电话的 所以今天我学聪明了 就要买这种 这样子的手套 它是 不会有网 那么有质感 可是它看起来是ok 然后你是可以function的 然后再加上我的makeup witch 我现在不会展示给你们看 of course but with this hat 我觉得我根本其实都不用化妆 还是就 化很黑很黑的眼影那种 我放一点血在这边就 应该就很perfect啦 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它的裙是可以调比较短的 所以它的裙是可以调比较短的 然后整个look是 有点bad bad 然后它是两件式的 所以 整个就是舒服 ok 因为去年其实我 搬的那两个corrector 我觉得我第一就是 衣服太过紧 然后完全很难呼吸 就 cannot last very long 就是not comfortable啦 but 我觉得 竟然办了 竟然办了 要有 i mean you still want to have fun right 所以我今年有学聪明 就是 很多那种小细节的accessory 可以注意的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像如果你 办任何造型的话 我觉得头发和帽子 是会highlight整个 万圣节造型的其中几个很重要的点 有一些人是很注重makeup啦 因为我 不是很厉害画那种很恐怖的妆 so 我就用这种accessory 来 加强我整个造型的 整个感觉 yeah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 万圣节开箱咯 I can't wait for the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yway bye so this is my first look for the halloween party and apparently 我今天才发现 我好多朋友都不会出席 我觉得我有点overdress 我不知道等下我的朋友会不会 really dress up for it but yeah I did I put in effort 好啦 这个wings 这个是super cute 必须给这个卖家一个 五星好评 but anyway 我觉得我现在不会穿啦 因为 等一下我们要开车 然后还要近一些朋友 so so 我还是可以穿这个非常大的一个jacket so 我现在还是像一个正常人 but but I really like this detail though 很可爱 anyway 我现在就要出门了 anyway 我现在就要出门了 everybody put your put your hands put your hands everybody put your fucking hand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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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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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好笑的 可以想像我们两个组合站在一起 然后我还是有穿布斯的 好 啊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嘩 嘩 嘩 哈哈 欸 这么理张快啊 哈哈 哈哈哈 爸爸我要拍照 好多吃 怎麼哥有這麼好吃 開牙扣死我了 我愛你 你。。。 我愛你 我们去那边 好 好 我 好 我真是 我都知道 好 啊 这边 我 我怕你 你可惜你 ל si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